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受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的指派 让我来给大家讲一讲设计这一方面的事情 刚刚在泰州举办了那个第25届全国工业设计联会 在这个年会上呢 潘云鹤院士和我分别做了一个报告 我就做了一个制造业设计的一个发展趋势的这么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讲完以后呢 大家觉得我这个报告挺好 所以机械工程学会就指派我 今天来到这个科创中国的这个现场 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希望我今天上午的分享 能给大家有一些启发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制造业设计的发展趋势 主要讲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个呢是讲设计的这个概念内涵 当然讲制造业的设计的内涵 那个我们共产党人的这个主事爷马克思啊 曾经说过最别角的这个人类的这个建筑师 在设计在建造一个蜂巢的时候 也一定会比一个最聪明的这个蜜蜂 在做蜂巢的时候要做得好 为什么呢 因为人类的这样一个建筑师 他已经就想好了 怎么来建造这样一个蜂巢 他事先就想好了 我们设计人的这个主事爷西蒙 他说我们设计是什么呢 说我们的设计是提前的规划 思考你要具体的行动的方案 那我们机械工程学会 其实也给我们设计 给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定义 这个定义呢 一方面是说 我们做一切事情 先要去规划 要去思考 当然我呢 因为我看不太清 我写的这个文字 眼睛不是很好 但是我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这么一个思路 或者一个很重要的这么一个观点 就是我们搞设计 是为行动在制定方案 设计是在做这个 设计呢 是制作行为的 这样 这个行动的这样一个起点 这是 这个里面我能看得很清 这个前面我这个看得不是很清晰 我这个观点就是设计是一切行动 或者一切行为的这样一个起点 那这里有这么几个很重要的观点在里头 就是作为我们制造业来讲 那我们的设计 是为制造 等等这样一些行动 来服务的 那我们设计者 作为我们设计师 比如说我是一个坦克的设计师 我们就一定要为 我们设计我们行动的 不是我们设计 是我们行动的 那样一个执行者来服务 也就是要以他为中心 而不是以设计者自己为中心 因为今天的设计啊 很多人可能他会很张扬自己的个性 我们在做平面设计 或者做推介自己的设计的时候 这当然也是一个设计活动 我们可能会张扬我们自己的个性 张扬设计师的个性 把自己的世界观 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一些文化 自己的一些理念 把它卖给受众 但是我们如果是在制造业的话 我们设计者 我们的设计师 是位行动的执行者 就是你设计完了以后 那个谁来做 谁来卖 谁来用 要为这些行动的执行者来服务 所以要以他们为中心 当然了 在这里说 我们作为一个设计者 其实我们跟行动 这个执行者 其实也不是矛盾 因为谁委托我们设计 或者我们自己来设计 跟制造 我们是 从某种意义上讲 都是利益相关方 都是一起 那这里呢 我们再说 我们设计活动 会是一些什么内容呢 这个定义有了 就是我们设计 是为行动的执行者 在服务的 那我们设计的活动 都有一些什么呢 这里我给出的是 我们要在 开始做这件事情之前 我们要预先的 估计和规划 我们的设计对象 在它整个过程当中 我这里给的是 全生命周期当中 它的 规遇 它的行为 它的表现 我这个规遇 没有用通常 英文的那样一个单词 我这里用的是 connection 就是我们要预估 我们设计的对象 在它全部 生命周期里面 它跟哪些要发生关系 它的 行为是 它behavior是什么 或者还有它的 这个表现会是什么 它performance是什么 就是大家经常说的 这个性能 所以我们要预估 它在整个生命周期当中的 这样一个 联系 行为 和表现 那 我们在 把设计的这个目的 给大家说清楚了 设计的这个概念 给大家说清楚了 设计的活动 也给大家说清楚了 我们来看看 设计都有一些 什么样的一些特性 一些特性 有一些 最鲜明的 它的 打在它身上的一些烙印 我这里也给了四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呢 就是 设计 你看它这里面 你在设计一件事情的时候 是不是把你的目的 目标 甚至是你的世界观 都融入在一起 那也会 跟社会的需求 社会的法律 文化 这些也是交织在一起 所以设计 这样一个活动本身 它是非常综合的 一个活动内容 第二个呢 它设计到很多的交叉 比如说我搞坦克设计的 我肯定也希望 把我坦克设计得很威猛 让你一看 就有一种恐惧感 觉得 哎呀 这个是个 英雄一样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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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产品 把很多的这种 专业知识 要把它交叉在一起 交叉在一起 当然了 我们设计出来的东西 还需要有先进性 你们 特别是一些时尚设计 还要引领这个 时尚的这个 这个进步 所以它也非常 具有这种 时代性和引领性 另外呢 我们在制造业里面 设计里面 我认为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特征 是竞争性 就是因为我们 搞产品的设计 一定是 要 要赢 在相同的 产品里头 或者在不同的产品里面 我也要 让你更能够打动 这个这种用户 所以呢 我认为 我们设计 也具有这种竞争性 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 刚才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这个设计呢 它是一个 全生命周期的 要规划全生命周期的 这个设计对象呢 它的寄予行为和 这个 性能 所以呢 我们设计活动 也是一个 过程性的一个东西 可能会在 整个设计活动过程当中 也会在不停的 这个修改 完善 第四个呢 就是 这是从我们设计师 从科学家本身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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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在的驱动力 或者内在的这种 自己信奉的这种 宗旨上想的 就是我们做一些事情 还非常渴望给 人类社会 留下一些什么东西 哪怕是留下 我们一个产品 那么更重要的是 希望给这个社会 留下一些 思想 留下一些知识 作为我们科学家 或技术员 那更想的就是 我们要给这个社会 留下一些知识 所以我们的设计呢 也具有它的这个知识性 那设计怎么 怎么分呢 怎么分类呢 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分法 我这里呢 就把机械工程学会 15年版的这个分法和 2021年版的这个设计的这个分法 给大家罗列了一下 2021年版呢 就是说设计有哪些呢 有创新设计 定制设计 智能设计 虚拟设计 绿色设计 性能设计 外形设计等等这些 那我呢 认为我们可以 在说设计的时候 我们可以 一个呢 就按这个设计对象来分 大家最清楚了 最常见的 会有我们搞 像我们就搞机械设计的人 当然还有 中国今天 做得最好的 就是我们一些 搞建筑设计的一些人 还有我们可能 很多年轻的孩子 特别一些女孩子 希望去做这种 服装的这种设计 还有一个 我们中国今天 最发达的 就是我们商务模式的 这种各种的设计 有商务模式 能做得很好 我们那个 电子商务就能 可能能做得 非常非常的好 这是从这个 设计对象这一方面 当然还有 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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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也可以 因为我们是科学家 是技术员 所以我们也经常是 从设计方法 设计理论 设计技术等等 这个方面来分 大家用的最多的 可能就是我们优化设计 我不知道在做的 是不是都是在学 这种工程类的 这一种科学和知识 只要学工程类的 那么大学生们都会训练 老师们都会训练 大学生们 你又要有 优化设计的思维 那么优化设计的思维 大家还能记得是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思维模式吗 我认为我自己是非常 喜欢这个 优化设计的一个思维模式 优化设计的思维模式 一共有五步 第一步呢 就是说 你的目标是 你要干嘛 这件事情也很重要 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一定要想 你要干嘛 不停地问 我为什么 为什么 一直问了不能再问了 那就是你的目标 那设计的 优化设计的第一步就是 确定目标 那第二步呢 确定哪些是我可以变的 哪些是我可以调整的 也就是所谓的设计参数 你不能调整的东西 那不能是你的设计参数 你能够调整的东西 那就是你的设计参数 所以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确定 哪些是我可以调整的 这些设计参数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你的约束是什么 至少社会有一些法律 至少我们在 有很多的这些规范和标准 当然尺寸 给你的尺寸重量 也不可能无限的大 消耗的能源 也不可能无限的多 什么东西也都会有个约束 所以第三步呢 你要确定 你的边界在哪里 你的约束在哪里 你能搜索的空间 你刚才那么多参数的 它可行的空间都在什么地方 你要给它 那这三个东西确定完了以后 一般就说 优化设计模型 就做好了 你看我的目标 用函数给它表达出来 在这个函数里面 有哪些我可以调整 那些设计参数 把设计参数给它定下来 那么这些参数之间的联系 这些参数 它要受到一些约束 那我们把约束也给它定下来 这三步定完以后 就是说我们的 优化设计的模型就有了 那模型用了 你得去解啊 那就是我的第四步 那我们要去选择 一个好的 方便的 能够快一点 收敛的 能够得到一个真正解的 这么一个优化设计方法 那么优化设计方法 是很多学工程的 学技术的 很多大学生们不停在研究的一些方法 能够希望 很多很多的设计参数 我能很快地得到一个可行的解 当然还有能够得到一个全局的最优解 那就更好了 就是有很多人去研究这个设计方法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做优化设计 并不一定要去研究这样一些 优化设计的这个计算的这个方法 求解的方法 我们只要能够 知道这一种求解方法 更适合是离散的变量 还是连续的变量 还是哪一种形式的这种函数 我们更方便 更快 那我们就挑一种 这个求解的方法 这就是第四步了 那第五步呢 就是得到一个结果以后 你千万不要 直接就把结果拿来用 刚才那模型也有了 我也见得很好啊 这个方法也 你看也输出了一个结果呀 但是结果出来以后 你也一定要分析一下 看看这个结果 是不是你很需要 这个结果 任何出来的一个结果 它可能都有两面性 它可能在某一些点上 它是很优的 在某些点上是不优的 我经常给我的学生举一个例子 我们说 如果说我拿一个碗放到球 那显然是碗放球的时候 这个球最稳定 但是你如果说 我追求的目标是稳定 那把球放在一个碗里头 是最好的一个方案 球落在碗的最底部 是一个最好的方案 但是我把碗把它扣过来 我把球放在这个碗的最顶部 是不是也稳定呢 它也能放住 但是呢 你如果稍微一动它 它就掉下来了 但这个你说 我要把球放得最稳定 这个不好 但是把球放在一个碗的最顶部 也有它非常好的东西 就是因为它非常不稳定 你稍微一动它 它就会有很大的争议 很大的信号给你出来 那这个东西能拿来做什么呢 拿来做控制 拿来做控制 只要你稍微一动 我就能输入很强的 这个控制的信号 我就能够让你再回去 所以呢 得出来一个结果以后 也不要盲目地用 要分析一下 所以呢 我今天呢 就花了一点时间 来给大家说优化设计 我特别希望 我们搞工程人员 或者是 我们就作为一个社会的一分子 我们要努力地记住 优化设计的这样一个 整个的这么一个思维的步骤 确定目标 确定变量 确定约束 挑选 优化球解的方法 得到结果以后 再分析一下 第二个技术呢 就大家都在用了 一会儿我还要花 比较多的时间来讲的 就是计算机辅助设计 因为我们现在大家 计算机也好 手机也好 各种电子产品也好 已经都在帮助我们 在做设计也好 做制造也好 甚至做各种各样的一些 技术类的活动 或者生活上的一些事情 这是设计的分类 那设计呢 也有人在讲这个设计学了 就是研究设计 就是我是一个设计师 我不是研究 这个设计的这个活动了 那也有一些人在研究 这个设计师 他怎么在思考的 然后也希望赋予设计师 一些方法 工具 就刚才说了 你要优化设计 这样一套方法 这一套模型 就是设计学的人 把它研究出来 所以设计学在我们国家 也是作为国家的一级学科 大家看 它这个一级学科 是放在艺术学大类下的 一级学科 它也没有放在 我们工程类这个里面 也就是设计这个本身 确实是具有很强的 这种艺术性 当然我们搞工程人 艺术细胞少一些 但是我们觉得工程 把一个设计做得很好 对这个人的社会 有很大的贡献 当然如果我们设计师 如果也有很多的艺术细胞 我们设计的产品 就会更好 那在这里呢 我给的第二部分呢 就是说我自己 我的一个核心观点里面的 引申出来的一个内容 我刚才说设计 在给大家谈设计的时候 我的核心观点是什么呢 就是设计师 你一定不要以自己为中心 你一定是服务于行动的执行者 所以你设计师 一定要以行动的执行者为中心 来服务于执行者 那如果是这么一个观点的话 那设计我认为怎么分类 可能更好啊 我就是把设计对象 全生命周期 这个执行者 在这个全生命周期当中 你需要你设计师提供的这些事情 我把它来分类 也就是说 我们首先要分析需求 我们要做方案 做一个概念 能不能有做需求分析 做概念设计的 这样一些设计方法 这样一些设计学人 给这些提供一些方法 现在目前我们来分析需求 还是有一点困难 因为大家各种各样的需求 你说我坦克 你要打坦克 你要打火灵土的 里面的有生力量 里面的设备 有的人说你还要打飞机 有的人说你还在打人 给你很多很多的需要 那你怎么来分析这个需求 现在我们大家 比较喜欢的办法就是写文本 那我们用文本来跟你沟通看 我们能不能形成共识 把文本写下来 那文本怎么把它变成一个模型 还是有一点难度的 所以现在需求 怎么要用模型来建立这种需求 一会我要给他来讲 数字化这个里面 还要给他来讲这些内容 所以这个需求分析 要建成模型 这个模型 我们能够形成一个框架 能够进计算机来识别 不是通过文本来识别 用计算机来识别你这个需求 然后我们需求方 或者我们的用户和我们的设计者 能够在一个共同的环境里面 来论证需求 来建立需求的这个模型 那是最好的 当然在这样一个 有了这样一个需求分析 分析得很透彻了 那我们就可以做概念设计 所以这是第一步 我想能不能可以叫 需求分析与概念设计方法 那么第二个就是产品设计 那就是不用给大家讲得很详细的 这个怎么去做产品设计 第三步呢就是 我把它叫生产设计 这里面有一个概念 咱们国家经常把制造跟生产 把它混在一起 制造 在英文里面我们一般呢叫manufacturing manufacturing呢也包括设计 也包括制造 也包括后面这一些事情 所以呢我们把这个制造这个呢 经常就一会儿讲大制造的概念 一会儿讲小制造的概念 所以我这里呢能不能把制造这个词 是一个大概念 包含有设计 生产这个词就不包括这个制造这个设计的这个内容 生产就是加工这个环境 所以呢你要为我们要做工艺 那就是在为生产这个过程做这个设计 那做完生产以后就加工了装配了 那你产品要给到用户了 那后面就是我怎么给到用户 我要做商务设计 给到用户以后 用户在用这个产品的时候 需要我们提供很多的这种服务 那我们要做一些服务的设计 所以我自己比较倾向于设计的分类 按这么一个设计对象的 全生命周期的这么一个过程 来对它进行分类 而不是用前面 大家看到了创新设计 定制设计 绿色设计 外形设计 按那个来分类 按这个设计对象的 全生命周期的这个来分类 这样的话就能够引导 我们设计学人 就是给设计师提供设计方法 技术 工具 甚至是思考方法的这些人 提供一个比较逻辑的 系统的这么一个脉络 就是服务于设计对象的 全生命周期 这样来分 好 再来讲到这里 我就把我们设计是什么 就给大家说完了 我再提示一下大家 我第一部分 我的核心观点是 设计 设计师一定要为 行动的执行者来服务 设计师一定要以 行动的执行者为中心 这是我第一个观点 我也希望同学们 也希望网友们 也有这样一个观点 第二个 我们有了这么一个观点 我们是服务的 我们是为行动的执行者 服务的 那么我们设计学人 就要努力地去为设计师 因为设计师是你设计学人的服务对象 你要去为设计师提供很多的 思维方法 设计工具 设计的一些技术 所以我把设计的分类 设计师在研究 在做设计对象的全生命周期的每个环节 他要做了这些东西 设计学人要为设计师去提供这样一些工具 第二个方面 我今天再给大家分享 汇报一下我们设计科学与技术的发展趋势 也就是设计学 那我们今天再给大家讲设计 设计的内涵已经给大家说了一遍我的想法 那作为我们制造业 设计学人要做的这些设计科学与技术 应该会是一种什么样子呢 那我们设计 目前我们在创新设计研究里面 就是我们陆永祥副委员长 他领导了有一个蛮大的一个团队 在做这个创新设计的这种战略研究 就把我们设计的科学技术 科学方法与技术呢 把我们的设计呢 分成了这个传统设计 现代设计 创新设计 这么三个层次 说计算机没出现之前的那种设计活动 我们把它叫设计1.0 叫传统设计 那计算机出现以后 我们所有的设计呢 是在计算机的辅助底下 我们做了设计 所以呢他把它叫现代设计 就是设计的2.0 那么今天他认为呢 我们的设计 更需要的是创新驱动 更需要的是 有新的这个 谁能够有一些新的概念 能够发掘 发现用户更新的这个需求 能够用更新的技术 更新的方法来做设计 让计算机来辅助 那这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这个设计 所以呢 陆永祥副委员长就认为 我们的设计 已经发展到了这个 创新的这个设计这个阶段 大家记住 他这个设计 这个创新这个设计的概念 是一个很宽泛的一个概念 是设计需要加上创新的 这么一个核心的这样一个内涵 当然了 以前我们做设计的时候 大家可能学工程的人都知道 现代设计里面有一整套 有12本书 有计算机辅助设计 返球设计 价值工程等等的一切 都是在那个 那一套书里面 那先进设计这个词呢 是我们国防工业口说的 就是以前我们叫现代设计 那么现代呢 我们应该叫先进设计 但是我觉得先进设计也好 创新设计也好 可能创新设计 跟先进设计这个内涵也差不多 只不过创新设计呢 更强调创新 先进设计呢 更强调这个前沿 所以这两个概念 应该说也不矛盾 我也倾向于用现在 创新设计战略研究 给出来这么一个 那个分类和的概念 是不是多走了一个 对 那个 说要把这个设计的 这个科学和技术 这个发展趋势 要把它讲清楚 那我们恐怕也得要 先来想一想 我们当今社会 最鲜明的这样一个 社会的这个特点 特质是什么 这里我罗列了五个方面 不知道会不会 让大家有一些启发 或者有一点点共鸣 第一个就是 创新驱动发展 这个 这几个这是我们国家的战略 其实整个人类社会 现在特别是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比较先进的一些 发展中国家 大家现在更强调的 是在强调这个 创新驱动发展 靠其他的这个 来驱动发展 难度越来越大 所以需要靠这个 创新来驱动发展 第二个呢 就是竞争的维度 越来越高 竞争越来越复杂 不是单独的说 我把成本降到最低 我把质量做得最好 或者说我最快地 投放这个市场 那不是了 现在这个维度 大家用户 社会 关心的这个维度 是越来越多了 系统搞得越来越复杂 第三个呢就是 现在这社会里面 最最核心的 数字化 还有一个信息化 这里我也分享一下 我对数字化 信息化 还有智能化 这个是大家今天 最时髦的概念 我对它的理解 数字化 我认为是把数 或者把一个东西 你变成数字 变成0101 或者将来我们量子计算出来了 你反正把它变成 多少个阶层的那个东西 那信息化呢 信息化我认为是我们 获取信息 传出去信息 就是把我自己的信息 把它传出去 更方便 就是犯战 我任何地方可以得到信息 比如你拿一个手机 你现在到任何地方 你能获得信息 然后你也很方便 把你所知道的信息 或者你想传达出这个信息 能很方便地给它传出去 所以呢我认为 信息化呢 更重要的是网络 通讯技术等等这些 来实现这种信息化 智能化呢 现在我们今天 这个概念很宽敗 在大学都在用 反正什么技术 前面加上一个智能 就叫智能什么什么什么技术 智能这个呢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 是因为我们信息化 让信息泛在了 数据可以很方便的 大量的 各种各样的这些数据 你都能得到 也就是所谓大数据的这个概念 你能得到大数据 那有了大数据以后 你就可以用今天计算机 或者说云计算 大家都来算 不停地暴力计算 算出一个 收敛出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式 或者是一个关系 可能你就能知道这个信息了 你就知道这个关系了 你就利用这个关系 利用这个结果 你可以获得很多的这个效益 所以这个智能化 从某种意义上讲 就是因为有强大的 信息化的支撑 有太多的各种各样的用户 在那里应用 他能得到很多的数据 就有人来用算法 能够算出他所关心的某个关系 这个关系他知道了 也就是这个信息知道 这个规律他知道 他就可以利用这个规律 利用这个关系 利用这个信息 去获取他的商业利益 这个是智能化 当然可以是商业利益 也可以其他方面的 控制这方面的利益 这是第三个 当今社会最鲜明的特征了 第四个就是 现在人类特别是科学家们 都在无限地扩大我们的边界 我这里用的是 深地深海深空 超温超压超磁 极大极小极快 等等这些 都是在无限地扩大我们的边界 那么这些等等 不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 这些是人类要去探索的 人类社会再这么发展 也需要去突破很多的边界 要去获得这样一些资源 甚至要去看看 那么这些也成了我们 今天人类社会 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 还有先进的这样一些国家 竞争的新的这一种战场 再一个就是 现在很多的技术在突破 人类社会应该说 经过了爱因斯坦之后 就没有什么科学的突破了 已经差不多有一百年了 那现在科学家们 现在利用我们现在发明了 这样一些新的技术 新的装备 现在不停地往物质的 更深层次在看 在看我们这个身体 和这个生命 说不定会 在不久将来 会有一些新的科学的发现 所以我们现在 整个人类社会 都在期待着一些 像爱因斯坦这样一些 原始的这样一些 科学上的一些突破和创新 但是今天应该说 我们最能够 可能会带来一些 科学上变化的 就是我们量子科学 还有我们生命科学 这样一些的进步 一些技术 可能会孕育这样一些突破 所以我要把它归大起来 这是当今社会最鲜明的 这么五个方面的特征 那在这些五个方面的特征里面 我们创新驱动发展 我们要创新 创新设计的创新 就是新 怎么办呢 这个怎么来呢 怎么做呢 我这里就先给大家说 新 创新设计怎么做 我的一些思考 也给大家一个分享 创新设计 创新设计 我要新 那新呢 你都要找到 在什么地方新 才可以 我这里给大家提了 三个地方 可以去找到新的地方 第一个呢 就是 大家特别是搞工程的人 研究生嘛 特别喜欢读论文 去查这个参考文献 去读论文 那个论文 大家写这个论文的时候 有一般的写法就是 我这个论文里面 都在研究 是在一个 解决一些什么问题 以前的有一些什么缺陷 我在研究一些什么问题 那 你看你在读论文的时候 你读它的前言 你就知道 它设定了一些 什么样的一些范围 设定了一些什么条件 你把这些范围和条件 给它打破了 这就是一种 可以创新的地方 还有一个呢 大家会 学术上会有很多的真 那有一派 这有一派 大家都在那真 那么在真的时候 因为有另外一个视角 来看这个问题 这个热点 这个观点 也可能会给你 带来新的一些想法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 于云众生 可以做的 经常做的一些创新 就是我们 生活上的痛点 产业上的痛点 你觉得 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怎么这么困难 那你能把这个困难解决了 你给出一个 solution来 说不定 你就有一个 很好的一个创新 你这里 刷牙 这个刷的 这个泡沫道具都是 能不能 找一个东西 把这个泡沫给收住 说不定 你就能发明一个 很好的一个 家用电器 我们炒菜的时候 炒菜 这个我不会 年轻的孩子 现在也没有空 说我这个菜 怎么做都没有 去餐馆那么好吃 那 比如说我们能够 做出一个 仪器来 做出一个机器来 让他能够很 按照你的口味 那个屏幕去 给你配餐 去给你 马上给你做出来 吃了 哎呀真好吃 不好吃了 我们再调一调什么 如果能这样一些 设备 这样一些工具 都能出来 解决你生活上的痛点 或者解决了 我们搞坦克 哎呀我还是希望 我这个火炮的威力 再大一些 那我应该怎么一个办法呀 把这些难点 这些痛点 把它解决了 那可能也就是 一种创新 还有一种 当然像马斯克这样说 我人类社会 在地球上 这个肯定是 人越来越多 那这样地球 肯定不行了 那我现在都要 赶快搞个办法 把人能够运到 地球外去 到别的星球 你们都在这地球上活吧 算了 我厉害 我已经不在这玩了 我到别的地方去玩 我到一个更好的 这样一个星球去玩 哎那个 这个人类这么 一天到晚 把这个 这个石油挖出来 煤挖出来 烧烧烧 烧完以后 就那个碳全在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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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这个大气里面 也地球这么引力 也把它弄不出去 那这样肯定不行 那所以 不能让这个 挖出来这个碳 不停地这么烧烧烧 烧完以后 就排到这个 大气里面 它永远也走不了 这肯定是不行 哎 马斯克他们这些 用他的这一种价值观 也能够驱动 他的一些 创新 但这一种创新 那就像是一种 很伟大的 需要大量的资源 大量的这个 这个 这个 非常强大的这个 这个力量 才能够做到了 这一种创新 做我们大家 可以从每天的 这种小事情开始 只要把这些 小事情积累多了 你的创新的 这种兴趣 会越来越多 然后你创新的 这个想法 各种的角度 也会越来越多 你创新的效率 也就会越来越高 那这里呢 我也给了一个 我们 发现创新的 一些 一些思维方式 一些方法 这里我给了 有八个 一种呢 就是土脑风暴 大家经常用的 特别是我们年轻人 可以凑在一起 大家说 现在有这个痛点 我们大家就 神坎 来看看 会出一些 什么样的主意 第二个就是 突破性思维方法 这个是 美国南加州大学 一个 Ledner教授 他提出来一种方法 这个呢 就是 在优化设计的 第一步 确定目标里面 要不停地 问你 为什么 问到 不能再问了 这个就是你的 一种思维方法 你不要 上来就是 解决问题 是要 你为什么要解决 这个问题 这么来想 这个问题 比如说我现在给大家讲 突然这个灯灭了 我 现在可能就 我如果只是跟你们 在场的人讲的话 我根本不要去care 这个灯 为什么就灭了 因为我们传统的思维方法 就是灯灭了 那我都不能再讲了 我得去解决 这个灯灭的这个问题 突破性思维方法 说你灯灭了 你现在是要做什么 我现在就是要把我的想法 分享给大家 这个如果灯灭了 根本就没有影响你 分享 那你就可以做下去 当然你选择职业也是这样 我为什么选择这个职业 我是为了我活下去 那你为什么要活下去 那我人就要活下去 那不能再问了 那我就是要活下去 那我只能选这个职业吗 就多问为什么 你就可能能够 找到一个更好的 这样一种答案 这个就是突破性思维方法 这个原因 第三个就是综合集成法 这个就是我们前学生 前老 给出了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思维模式 所谓的这种V模式 你先定性地说 你要做什么 我不能够量化 那我就先定性地 说说说说 说说分解 然后我们又通过 我们把你这些定性的东西 努力地变成模型 努力地给它量化 然后我们在量化这边 在量化来不停地迭代 要做这种综合的集成 所以这个是 我们前老的一个办法 当然这个办法里面 还有一个 大家能够很好听得懂的 就是我们系统工程的办法 或者是人机工程的 人机环工程的这样一种办法 就是我们设计一个产品 它只是机 那你一定要考虑 谁在用 环境 给它怎么在相互作用 人 给它怎么在相互作用 一定要考虑到人 一定要考虑到这种环境 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就是去子 这个是我们做 机械设计的人 经常用的一种办法 这个是前苏联的 专家发明的一种办法 也有一个现成的 这样一个工具 叫Innovation 现在大家买了这个Innovation 你在设计一个 装备的时候 从功能开始 然后怎么做功能设计 怎么做这个结构设计 用这个Chase 就能够出来一些很好的概念方案 第五个就是优化设计方法 刚才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第六个就是鱼骨分析法 鱼骨分析法呢 就是我们也经常说叫人机料法环 出了一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涉及到就是 人机料法环五个方面 那是不是人出了问题 是不是机器出了问题 是不是材料出了问题 是不是方法出了问题 是不是环境出了问题 那你把这几个问题 通通把它写出来 一个一个地来去分析 就是我们一般 特别是我们搞国防的 出了问题以后要归零 这个没打成 这个出故障 这个东西断了 那要从人机料法 所有的层面都要捋 捋完以后 确实是这样 在一个一个找 一个一个解决 从技术上要归零 从这个管理上也要归零 所以我们就 人机料法 鱼骨法 从某个方面来讲 是一个很笨的办法 是一个事被公办的一个办法 但是它也给我们的一个 思维的这么一个方式 第七个就是专利分析法 这个方法 从某个方面来讲 有点偷奸耍滑的味道 就是你如果真的没有什么事的时候 闲暇的时候 可以大量地去阅读专利 专利往往都是人家很创新的 需要保护的 它很好的一个创新的东西 那么你要去体会 看这么多创新以后 你去分解它背后的原理是什么 特别是做机构设计 叫McCannigan 做机构设计的人 往往是采用这一种专利分析法 去看一些 哎呀那个运动轨迹 很好的这样一个很复杂的 极杆机构 这个机构看它怎么运动的 它的轨迹是什么 很多我们搞机械设计的人 都在设计这个机构 它专利里面有很多这种机构 那你去体会这个机构后面的这个原理 你在变这个原理 甚至是变结构长度或者是什么 你可能就出来一个新的一个机构 那么这个新的机构 就是一种新的一种创新 也是规避了这个专利的这样一种创新 所以这个专利分析法呢 从某种上讲 也是一个指引大家去创新的一个思路 最后一个呢 KBE 这KBE叫机遇知识的工程 叫ology-based engineering 因为人类社会啊 因为大家都不停地积攒知识 创造了很多知识 我们做很多的事情 我们都是有很多可行的这个东西 那么人类社会进化到今天 我们肯定不愿意 也不能够把以前我们创造的这个知识 把它浪费掉 所以我们能不能把这个知识 把它归纳起来 我做这件事情 比如我做一个风扇的设计 那风扇的设计需要输入什么 一般这个风扇的设计目标是什么 它要进行哪些分析 哪些结构分析 气动分析等等这些效率的这些计算 你把原来人家做风扇设计的这个过程 需要哪些参数 分析的时候是挑了哪些这个系数 你都把它记录下来 那你下一个人来设计 也就按这个设计嘛 保证能出来一个可行的方案 当然我要创新啊 那我可以来修改一些参数 是不是看看是不是在某些方面可能更好了 那我们也是一种创新嘛 也是一种办法 所以基于知识的设计对于很多的组织 特别是一些企业是非常好的一种工作模式 所以关于创新设计呢 我在这个方法层面上给大家提这八个方面的这个方法 当然了第二个就是大系统设计 这个呢确实有难度 特别是做武器装备 武器装备呢 现在大家在设计武器装备 不再是单个的设计 坦克出去打仗 已经不再是说坦克对坦克 士兵出去 一个人对一个人 这种打仗已经不再是了 所以这个武器装备的 大家现在都是联合作战 我都有预警的 有感知传感的这样一些设备 然后我有点火力 大家需要联动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系统变得越来越膨大 就一开始我给大家讲 我的需求 我怎么能最后要落到说 这坦克的这个设计指标都是一些什么 从这么复杂的一个系统里面 一直到这个单个这个设备 给它提技术指标 那么这个东西就是有很难的 那么这里呢 现在应该说在这种复杂的大系统的设计 美国人这个是 特别是美国国防部 他有一些很好一些办法 就是大家在用的比较多了 就是美国国防部给了这个 多大幅的这个分析方法 现在我们航空的 我们张兴国副总 现在在清华当教授 他现在在中国也是在 大力的推行这种系统的 或者系统之系统的 就是体系的这个设计方法 那么这个呢 现在我们大家用的比较多了 就是基于模型的这个系统工程 所以尽可能用一些模型 来表达我们一些设计的这些文本 来表达我们的需求 来表达我们的概念 最后通过模型几个月 试图的这个映射 把它一直映射到 你具体要开展了 某个装备的这个设计 那第三个呢 也是从某种意义上 是我们今天我需要讲的一个重点 就是数字化设计 现在数字化网络 通讯技术 人工智能 现在发展越来越快 那么在这个数字技术里面 我们怎么来进行设计呢 数字化已经成了我们搞设计的人 甚至是我们几乎每一个生活在这样一个信息环境里面 这个好像有个名字叫Z世代 你们可能都是叫Z世代的人 我们我是X世代的人 你们是Z世代 你们就是完全生活在这样一个 网络的环境里面 已经丰富了这么一个里头的 一个新生代 这么一代人 那么这里面你们需要掌握的就是这个数字化设计 或者这个数字技术 那数字技术里面 我这里给大家有四个 不能叫忠告 是我自己一个利用数字化的一个想法 第一个呢 你要把一切数字化 还有一句话就是一切可以数字化 就是任何东西 你要把它想办法把它数字化 这个大家一天到晚听到最听到 就是数码相机颠覆了原来我们那个胶片 那就是我们现在像素 多少百万像素 就是用数字来表达颜色 只要你把这个颜色把它数字化了 那处理这个相片 你要设计图案 设计一些场景 就非常的方便 当然因为一个颜色 你要把它变得那么多的点 就是那么多的像素 那得依托我们计算机 有强大的这个算命 今天我们也有个院士 在现在搞一个数字化的东西 叫人体免疫能力的可视化 所以他往我再来看看 你这个人的这个免疫能力怎么样 他还在想办法把这个免疫能力给他数字化 他说这个表达这个人体免疫能力的 就两种细胞 一种T细胞 一种B细胞 每个细胞有四种这个元素 或者四个参数 来表达它的免疫能力怎么样 那我就可以用 也是用一堆的点 它设计的就用个球状的一个点 这个球里面有万万千千万万的点 千千万万个点 就表达着你千千万万个细胞 那个点的颜色 密度 大小等等 就来表达你这个细胞的这个四个参数 医生一看这张图 就知道 这个人的免疫能力强还是不强 或者哪些地方出了问题 你看 你免疫能力都能够数字化 我们可以想象 有什么事情不能数字化呢 当然数字化 能做数字化最难的一件事什么呢 最难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其实是列这个属性 我把它叫attribute listing 就是你在看这个问题的 这个角度你怎么列 我经常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你看一个人你看我 看我的一个人 那我的人劳部门 我的组织来看我的时候 就看我的学历啊 籍贯啊 工作经历啊 党派啊 家庭怎么样啊 就看这些参数 他有一个人力答案 就有几十条 这些属性表达了你这个人 那医生怎么看你 就看你的脉搏是多少 你的体温是多少 你身高是多少 体重是多少 腰位是多少 他去看那一堆生理的一些指标 他是用的 你可能找对象 可能用你找对象的这个一堆指标 来看这个人 所以呢 你怎么数字化呢 你先列 你看问题角度的那些属性 把那些属性写下来了 你就解决问题了 一大半 后面要处理是比较好处理的 你可以给它编码 反正你给它用不同的这个 它这个东西涉及到哪些参数 你可以用它的参数 用大小啊多少啊 反正这些你可以用数字的办法 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这是第一个 就是一切 要把一切数字了 然后其实一切也是可以数字的 后面那个讲的是要数据驱动工作 这个是有点点远 但是我认为能够达到很快 能达到这种境界 我们现在经常工作是 组织上要我去做 领导要我去做 流程规定的我的东西去做 但是如果哪一天 我们这个是数据在驱动 来了一个邮件 今天那个地方 我的产品出了问题 这地方又来了一个信息 应该这么去设计 更能符合用户的这个需求 那如果我们都用数据 在驱动我们自己工作 真的就变成一种 不敢说是叫无政府状态 但是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 这样一个是靠数据在驱动 我们大家的这个工作 这是给大家说的第一个 第一点我的一个深切体会 或者一个想法 把这个想法分享给大家 第二个呢就是 你的要有编码的水平 编码 没事你们要学学怎么编码 也就是说你要学会给机器去交 机器进来计算机只听得懂软件 只能听得懂这个你编的这个编码 当然我们现在也要努力在做人机交互 说我眼睛一动 计算机也知道我在动 我嘴巴一说他也能把蚊子给你打出来 我一思考我的老店或者我一动我的机店 就能够给那还有一点远 但是怎么你也需要有一种读软件 编软件写编码的这个能力 因为这个成了我们跟机器交互了这个基本的这样一个能力 所以我们要努力的要能够编编程 当然我也希望这也是个痛点 我们作为普通的这个学生 我们不会编程 那我们这些搞设计学的人 搞编程的人 你们就要去提供一个非常好的 这个编程的这样一些办法 就像你在那边抖音 边这个视频 边这个PPT 它很方便的这样一些编程的能力 那当然就更好了 第三个呢就是给大家的一个 一个想分享的想法 就是我们要共享 要共建 经常说我们要建一个生态 那你看这么多的数据 哎呀我总不愿意把我的数据分享给他 这是我的知识产权 我给他了 这个 划不来 这个思想要改 怎么改呢 分享出这个思想 你也希望他跟你分享思想的话 你看这就是在叠加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有一个圈 比如我们今天在座的一个圈 我们大家有个约定啊 你所有的信息你往我们这个圈里分享 然后你不往这里分享了 你就不能进我这个圈 所以这样的话就能够聚集 很多的这些有用的这样一些信息 所以我给大家这个想法呢 就是大家要有这一种共享的这一种共建的 大家一起来协同的这样一种信息的这种思维 最后一个呢就是要记住 这个数字呢 这个数据呢 每天就像生命一样我们在进化的 是一个资产 这是我给大家说的这个信息化 数字化 智能化等等这些 大家 我自己 这么一个思考呢 不是忠告 是希望给大家一些启发 就是我用最后的这句话 大的这个词是说的是 数字化 信息化 是我们从事一切工作 最好的一个抓索 那刚才说的软件 这个我就不再给大家重复了 其实我们只要变成数字化了 有软件了 我们的设计对象 可以用软件来定义 设计方法 我们也可以用软件来定义 我们设计的工具 也可以用软件来定义 甚至我们设计的这个活动的组织 我们也可以由软件来定义 也就是说用软件 可以定义一切 那这里我这里就分别 把设计对象 怎么用软件定义 设计方法 怎么用软件定义 设计工具 怎么用软件定义 设计的组织 这个活动组织 怎么来进行远电定义 这里我也给了下面这个大的词 就是跟刚才分享那个词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要协同 我们要众筹 我们可以定制 我们也可以来自制 所以如果真的我们做到了数字化 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 我们完全可以做到的 至少是我们通过数字化联系起来 这样一个大家有共同利益 或者共同在这一件事情上有共同的一些想法的 我们可以来协同 我们也可以大家来众筹 我们也可以按需 大家一起来给它进行设计 进行定制 我们也可以自己来管理 数字化设计呢 就是我把根树的这句话也放在这 这个我认为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这个呢讲的是数字蓝深 说我们制造业的研发者 一方面需要睁大眼睛 看着这一种 就是这个物理的这一种世界 我们还需要冥想着 那个蓝深的世界 这个就是现在非常火热的 在制造业里面 有所谓的数字蓝深的这个概念 可能我自己认为 跟今天在股票市场上炒作的 这个元宇宙的概念很相像 也就是说我们在虚拟世界里面 我们真实地在进化一个虚体 那这个虚体呢 我们是跟实体的很多 得出来的这个结果 比如说他吃了这么多饭 他今天会有多少热量 他的体温是什么 那个我们哪可以拿这些树 把它来进化虚拟的那样一些树 所以呢这个如果说我们虚拟的 和实际的这个空间里面 我们如果能够跨的话 跨界的话 可能真的是智能的一个突破 我讲这个可能是有点毁舍啊 就我们在物理世界里面看到这些东西 怎么跟我们认知世界里面这个能够跨界 比如说我现在脑子里面想象一个图像 这个图像怎么能够马上变到计算机屏幕 能的那个图像 如果能做到这样一种跨界的话 是不是我们就从物理世界就跨到这个认知世界里面 所以呢数字蓝色如果我们能有这种技术 可能就会让我们真正的物理世界 和这个现实世界就能跨界 那操场设计和新科学设计呢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深空深海啊 等等这些人类在突破这个边界 现在我们搞设计的人 已经要突破这个边界了 要做一些操场的这样一种设计 另外呢还有一些新学课出来 特别是量子科学啊生命科学啊等等 这样一些新的学科出来了 我们也要进行一些新学科的这个设计 所以呢我今天核心的内容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这一部分的内容 我最需要给大家说的 年轻的同学们讲的就是 要有数字思维 一切可以数字化 一切应该去数字化 你也要努力的去做数字化 然后利用现在目前这一种信息化 这一种社会 利用智能化的这一种强大的工具 我们一定会变成一个越来越美妙 越来越效率越高 你的生活也会越来越愉快 越来越得心应手的 这样一个社会 要把数字技术 后面跟着来的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 作为你一切工作 包括生活的这样一个抓手 它会带来很美妙的这些事情 所以我最后再给大家用三句话 结束一下我今天的这个汇报啊 一个呢设计是我们制造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它是驱动我们制造业发展这样一个重要的力量 第二个呢要给大家总结的conclusion的呢 就是数字技术信息技术与工业技术需要深度的融合 昨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也召开了这个学习会啊 也在说这个数字经济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及时 也是非常正确的 我们要这个深度的融合 会使得我们的设计技术正在发生这一种深刻的变化 我们设计学人来创造这个设计方法和设计技术的时候 是都可以发生很大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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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化革命性的一些变化 第三句话呢就是设计师和我们设计学人呢 是这个时代的这个引领者 我也非常渴望啊 大家都能成为设计师 也可以成为我们设计学人 那我们创新服务学习 是我们设计师和设计学人的这样一个特质 是驱动我们产业技术和社会进步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力量 而且我们任重道远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不当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证 谢谢大家 谢谢 再一次谢谢毛认识 很开心的今天您能够做客我们院士开讲的公开课 我们刚才听到您的分享的时候其实听得津津有味 而且受益肥浅 的确创新呢是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屹立世界的根本灵魂 没有创新 这个民族是没有生命力的 那前面您也讲到了我们如何去做一个优秀的设计师 设计呢其实存在于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当中 非常多的工业制造的领域当中都会有设计师的存在 但是往往我们的很多年轻的同学会说 设计师这个工作呢和这个职业虽然非常值得人敬佩 但是他又非常的不讨巧 特别的磨练人的意志和人的性格 我想先问一下您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您在年轻的时候做过的最疯狂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我的成长经历应该说 简单既简单也还丰富多产 简单呢我出生在62年 我说我是X世代人 其实也还越了一点界 X世代人是指65年到80年出生的人 叫X世代人 上大学之前读了十年书 大学之后又读了十年书 那个时候只知道有书就读吧 就一直读到博士 从小学一直读到博士读了二十年 那读完以后呢就 到了我们国防工业部门来设计坦克 要说我们最疯狂的一件事 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 是我们设计两栖战车 我们要把我们两栖战车的这个水上航速 要做到越高越好 那我们国家大家都知道有个瓶颈是 发动机水平不怎么样 然后我们的重量控制起来也比较难 你如果说没有推力 就是发动机的功率上不去 重量还这么重 你让战车在水上怎么能跑的速度很快 那就给你带来了很大的一个痛点 或者很大的一个难点 怎么办呢 我们就在想能不能 你看飞机那么重 怎么能够在空气当中能够飞起来呢 那我们那个战车在水里面游 也能不能够利用这个水动力呢 我们就想办法 我们最后想了一个叫所谓的可变形车体 或者叫滑形车体 大家今天去看我们国家的这个两栖战车 很自豪地告诉大家 我们的两栖战车是世界水上速度最快的 每年那个世界上有这个战车的比赛 那比水上速度哪个国家也不能给中国人比 就是因为我们有了这么一个很创新的思路 把我们水上速度提上去 这是我认为很疯狂的一件事情 谢谢您 毛院士其实在刚才分享的过程当中 一直在讲创新 我曾经看过一个纪录片当中 有一位这个主持人提问到说 毛院士曾经在提案的过程当中 一口气拿出了八个方案 八个方案 我们现在很多的年轻朋友 一直在说自己没有这样的一个创作的源泉 那么其实今天在座的很多 刚才您也讲到的是Z世代的同学们 他们也在自己实现理想的路上 不断地奋斗着 想让您今天在我们这个院士开讲的现场 能不能给他们一些未来人生发展的建议 我认为最重要的 我自己人生走过了这六十年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服务于这个国家 服务于这个时代 不要有亏于这样一个时代 我自己走过来 我能上大学 也是因为我们改革开放了 正好79年 我们可以考 那个时候77年我都可以考高中了 否则我就回家去放牛去了 开放了 后来因为一开始我们入了国防这个门 我们小平同志 那个时候我们要搞经济 国防要忍一忍 我参加工作的时候 我们去装过自行车 装过电话 去养个虾 反正去改革车 去改革车 没有活干 后来我们国防发展了 我们有了很多的这样一个机会 特别是今天我们国家经济力量强大了 我们来做科研活动 我们从某种意义上讲 不差强 那今天呢我们要被人卡脖子 那更给我们一个强大的这一种动力 你卡我脖子 我还想卡你脖子 那你卡我 首先我们不能被你卡住了 所以我认为最重要的是 大家要不能亏待这个时代 不能在这个时代里面无所作为 一定要努力地为了这个国家 我们努力地去工作 第二个就是要有数字化的思维 我自己的人生坐标 我说的是时间很长 人生很短 不忘初心 指针朝夕 也拿这个给大家分享 谢谢毛院士 其实从您的刚才给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和人生的 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未来方向的一些提点 我们能够感受得到 毛院士在我们整个的这个过往的奋斗的这个生涯当中 一直在坚信一个是信念 另外一个就是热爱 今天我们在现场有很多朋友也是有备而来的 他们也准备了一些跟您今天分享和课程当中有关的问题 那么接下来我们将时间的交给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呢 可以现在举手向毛院士提问 来 第一个问题 好 那边 那边 那位男同学 毛院士您好 就是我现在想请问您一下 我们该如何运用数字化和信息化在生活中更好的完成创作呢 是 这个问题很好啊 其实刚才我说数字化这个方面 我已经给大家分享了我的想法 或者说我的建议 第一个呢就是要努力的把一切数字化 比如说我今天要做一件什么事情 那你能不能把你这个事情 这个流程啊 或者编一个码 或者我桌上什么东西都要编码或者什么 第一件事情就把一切数字化 就是你能把你想做的任何事情 你碰到的事情 你用数字化的思维把它变成数字 这是你第一个这个 要有这么一个思维 第二个思维就是 你那变成数字怎么变啊 就是你怎么来来数字化 你 我刚才给大家分享的就是 你要列这个属性 就是你为什么要弄这件事情 你把它的那个参数 把它的那个属性都给它列出来 列出来了 你才好去数字化 那么第二个思维呢 就是你怎么做创作呢 就是我们要有一种 共享 共建 共制的这样一种理念 不要把自己 局限在自己一个人的这么一个空间里面 我们应该可以把 通过这个 这么丰富的这种细细化 把大家都 集中在一起 我们感兴趣的人都集中在一起 我们大家都来分享 你的想法 他来分享 他的想法 我们一起就会有很高效率的 这样一个创新 谢谢毛认识 谢谢你 谢谢毛认识您的解答 好 请坐 谢谢 好 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中间这位女同学 毛认识您好 我想问您一下 就是现代战争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坦克呢 哇 女生问出来的这个问题 这个很好啊 你这个问题 现在是经常有人问我的问题 就是说你看 亚美尼亚和阿萨拜疆的这个战争 那个坦克 被那个无人机揍的 那都没法用了吗 那个坦克也太差了 还要吗 也经常有人问我这个问题 我呢 听到这个问题了 我第一个我就给他说 我说你说人还要吗 你看在打仗的时候 人是最没用的 什么东西都可以打人 那人呢 那无人机坦克什么东西 那你人还要 那这个问题 那人当然必须要了 所以呢 现在其实无人机跟坦克 它就不是在一个层面上的 那一个东西 那无人机可以打无人机啊 我们地上的高速炮 也可以打无人机啊 我上上的飞起来 这个飞机也可以打无人机啊 那我们将来风群的这种弹药 也可以打无人机啊 那坦克还要不要呢 我设计了有这么几个场景啊 第一个 我们坦克的本质的初心是什么呢 是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形 也就是那个地方有一个战略 或者战术上很重要的一个堡垒 是敌人 我必须要把它拿下 形成一个我的战略支点 那 这个东西就需要坦克 我就需要 只有有坦克了 我们的步兵也好 步兵战车也好 它才有靠山 它才有这种带头大哥 所以这种突击作战 攻坚作战 必须要坦克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大家今天看到 比较多的就是 电视上比较多的这种 战争是什么 是发生在城市里面 真正的城市战争里面 用的最多的 其实 是坦克装甲车辆 而不是说我们买一点 定点的清除 打完了 这个战并没有完 还得要靠大量的坦克装甲车辆 去在这个城市里面 去控制 去控制 没有这个坦克装甲车辆 做控制是不太可能 第三个就是 坦克装甲车辆 就是刚才我讲的 这个两栖车 现在坦克装甲车辆 也是这种岛屿 争夺 要控制这个岛屿 最重要的这样一个 一个作战场景 还有一些3D作战 特别是一些水网道天 还有高原 这些地方都需要 好 谢谢 谢谢这位女同学 也谢谢毛院士的解答 我们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看一下 好 这位男同学 毛院士您好 我比较想了解 比如我国现在数字化 在世界上 属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水平 还有呢 比如在这个数字化 在什么领域上 能发挥出比较巨大的空间 还有哪些地方 需要就是 有更好的改进 或者有 就是能 有哪些不足 行 谢谢您 你这个问题 问得也很好 就是昨天 刚才说 昨天中共中央政治局 也召开了一个学习会 在这个学习会里面 就是如何促进 我们中国数字经济的 健康发展 听了老师的讲课 总书记也做出了 很多的这个部署 中央也做了很多的部署 我认为这个 抓的是非常好的 中国在数字经济这方面 我认为电子商务 还是做得很好 大家到11月11号 马上又会疯狂的购物 大家只要再往上一点 你东西马上就送到家了 在电子商务这方面 还是不错的 那我们的短板是什么呢 应该说是跟制造业 就是服务于实体这方面的 我们在区域 有些区域 数字化做得很好 有些区域数字化做得不好 有些行业数字化做得好 有些行业做得不好 所以我们在管理上 在区域上 在这个行业上 都还有一些数字鸿沟 发展得非常的不平衡 比如说我们搞机械设计的人 我们现在最大的短板 就是设计的工具 就是CD CE的工具 那么这些呢 本来是我们早多年 四十多年前 就是要大力发展 后来都被外国人的这些工具 很便宜的 就给冲得七零八落了 所以今天我们这些 数字化设计的分析的工具 这个是需要我们去努力的 下一步我认为 我们紧紧地抓住 这个数字经济 这样一个发展的 这么一个契机 在党中央领导下 我们国家的这个制造业 就是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 深度融合的 这个工业互联网啊 等等这些时代 会很快地到来 好 谢谢毛院士 谢谢 好 请坐 那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最后呢 再一次响起热烈的掌声 感谢我们今天呢 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 毛明院士呢 做客院士开讲好吗 谢谢大家 毛院士 这一份掌声呢 第一呢 是特别的一种感激 感谢您呢 在过往的四十多年的 这个从业经验当中 经历当中呢 一直的在我们的国防 兵工领域当中 深耕细作 同时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同时呢 这一份掌声 还是一个真挚的祝福 希望您在未来的工作生活当中 能够身体健康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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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